含湿在身上就是病的源头 所以西方的医学 他不知道病的源头 他只能看到得病以后 到了一个阶段 他查到你有病的 可是有病的就是太慢了 所以病的源头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有这种含湿的观念 到今年冬天 我们煮过当官司娘羊肉汤 丢两个生物在那边 你吃吃看 吃完第二天我回来回报 每一个人的反应如何 把身上的含排掉 那个含在上的话会吐 病在下的话会小便出来 所以有的人吃了生物质 一个小时以后开始吐 肺里面的精液会吐出来 那还有的人呢是大便 吃完生物质以后会拉肚 含湿在肠胃里面排掉 都排掉了 还有呢是下胶含 下胶含的时候 吃了以后一个小时跑去小便 小便好像站了一边小便 那个尿不会停的 情况怎么掉那么多 一直不停的 因为里面含化掉 含就好像冰块一样 冰山融化掉一样 毕竟是小便 所以每次吃完药 一个小时就跑去小便 这代表你含还有 那你吃吃吃吃吃 吃到不用去小便 待会含已经化掉了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没事一年请你吃一次生父子 因为不会不太有什么病 吃完的时候 你这个含食一排出来 哇有的人就开始了 铺啊有的是大便 跑有的人小便 一直跑厕所 每个人都不一样 好 吃完了 小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